哈喽 枪友们 这里是曼谷 我是枪火 今天又来玩枪了 今天玩这个 点二的 这个点二的这个小子弹 特别小 录节目为了考虑到成本 这个价格低 这个一盒也是50发 这个一盒点二的是 三百八十泰铢 然后我赶他多要了一个弹夹 这个一个弹夹压六发吧 这是格罗克 格罗克44 格罗克44这个点二的这个小手枪 OK 走一踢 一个里边压了六发 先试试效果 走着 还可以啊 挺准的 不错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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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枪不错 挺好玩的吧 嗯 然后稍微有点后坐地 有一点 哎 不错 不错 这小枪不错 不错 不错 这个小枪真不错 这个很不错 很不错 价格应该不贵 当时刚才问了一下 问了一下那个 厂地负责安全的小弟 我说这把枪的 市场价应该不贵 很便宜 我是正在申请 资料材料已经交了很久了 交到 泰国政府审批 已经交了很久很久了 排队吧 反正什么时候我那个设计指导拿下来以后 我就能 在泰国合法的买真枪玩了 也没多少钱 第一把 这把小枪不错 考虑一下 我考虑一下是不是买这么一把玩 不错 很好很好 OK 再走一踢 这个小子弹 看着比较蒙 它这个压满楼是压10发 是压5到10发 它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数字的标识 子弹的量子标识 点2 走着 又晃戴耳机了 就这枪打下来了 这枪还没戴耳机 我那个怎么没马骑啊 我刚刚才的就是要当我 酷戴耳机 3分钟 1分钟 中文的 1分钟 1分钟 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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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波,第三波再走一踢 一个弹夹上了10发 第一波,第三波再走一踢 很过瘾很过瘾 就是就是感觉他这个点二的 他那个威力的冲击力没有那么大 他打的那个打的钢靶的时候 我觉得是打到了 但是他那个那个威力 他毕竟没有那个九毫米的那么大的 那个冲击力 我觉得是打到了 也许打的不是差别实吧 那个靶就没有落 就没有落靶 刚才也能看到他这个 这个点二打的时候 那个那种小后座力完全可以了 这把小手枪 就是那种他的整体 就是我在射击的时候 他那个后座力 就是他的整体感 他那个加上那点后座 就是非常完美了 非常好非常好 主要是子弹便宜 主要还是子弹便宜 稳定性好 这把枪不错 这把枪太好了太好了 太喜欢了 最后两个弹夹 最后两个弹夹 一个弹夹大概都是 有一个是10发 有一个应该是不到10发 最后两个弹夹 今天就撤了 走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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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上钢把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好听啊 OK今天就到这里了 最后两个弹夹打完了 刚才忘了忘了关机了 刚想起来 今天就到这里了 然后就是喜欢我这个节目 就点赞关注留言准发 如果你有条件能上YouTube的话 你在那个YouTube上来订阅我这个YouTube的频道 然后再点一下那个小铃铛 只要我有新的节目再更新就能看到了 而且YouTube上没有这种 很多麻烦的审核机制很方便 是我主要的吧 是我主要的这个在玩枪的这个平台 国内呢 国内主要就是西瓜呀 还有微信公众号 也就这些 还有就是 如果你也是像我们一样 长期在泰国 在曼谷 曼谷生活 也想参加我们俱乐部 一起来玩 每个星期每个星期打铁 也就是说来打靶打真铁 或者是下场那个BB对战 这样如果你都能具备的话 然后你就来吧 就参加我们一起玩吧 是不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都是一些共同的一些爱好者 一些志同道合的爱好者 都喜欢玩枪的 还有就是在国内的朋友 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一些条件 能能能能来 比如说像那个那个商务签呀 或者其他的工作签呀 能来的话都没问题 你提前就是如果你来打铁的话 你提前一个星期来预定 你关注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你在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里边 私信我就可以了 相关的一些是 包括流程时间问题 还有什么价格问题相关的 不管你是临时来玩 还是说参加我们组织 你都关注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然后私信我就可以了 今天就这么多 咱们下期见 拜拜